今天天理多雲 報運地疆能見到較低 短暫時間有容光 吹和緩冬至冬一風 稍有靈岸風勢清靜 未來掃天仍是風勢頗大 接近周末天理和暖和有薄霧 現在是19度 雙雲濕度80% 說一單不開心的新聞給大家看 什麼事 打碗在那邊 沒來心機 什麼事 你說得很難 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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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呢 鄧各位事主慘 因為我也經常遇到類似情況 人有三急的時候就要去一些公共地方的洗手間去解決 酒店 因為是警局 商場 這麼多酒店嗎 到處都有嗎 我都想 而且酒店有時現在 要鎖了 你找不到廁所的 有時鎖了 都不會的 要拿鎖匙開的 有志者事景成 你就問一下去 自己開房間 為了開大 我經常找不到 所以就 有一位朋友就有類似的情況 他就去到Burger King 在美國的 可能是駕駛長途車 那些中途站 中途站有的 開包啊 dry thru啊 有油入啊 他除了dry thru之外 他自己還人有三急 跑去Burger King 開大 誰知道 大壞了 進去之後 出不回來 為什麼呢 鎖了門 反鎖了在裡面 弄極都弄不到鎖 他就在大喊救命啊 好慘啊 不過去完了 去完了 還沒去 但慘的之處就是 發現鎖被人反鎖之後 出現職員希望他們幫忙 怎知職員不幫忙 不但還不斷取笑他 我來幫你了 在弄他 其實是不是他們鎖他 是壞了 搞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其實職員沒有好處 我押了你的廁所 你其他人不能進去 你明白嗎 其實他們也沒有理由 令事情變成這麼惡劣 但那群職員可能比較無聊 看到有人突然困在廁所 覺得很好笑 然後不幫他找解鎖 不特止 隨便找到一個烏鷹拍 你試試自己叫開他 隨便給一些東西 你試試自己叫 最後搞了一個人兩個小時 才有這個開鎖佬 出來幫他 他就很生氣 為什麼職員不幫我 就打上去投訴 打去Burger King總部 但是 最初 第一個 最前線 去接待他的人 覺得很好笑 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然後就搞笑 要不需要給你一些藥膏 或者提供 終生免費 可以拿Burger King吃東西 就賠償給他 也好 是不是 中生免費Burger King 你肯陪我肯叫 OK啊 OK啊 但是 原來只不過是 講笑而已 他就生氣了 講笑來騙我 給我一個錯 不希望我 可能美國人好像吃Burger King 給我 我就不會要 不喜歡吃這些東西 你拿了之後請人吃 沒錯 你拿了之後拿出去給窮富人家吃 也好 拿了之後請人外面流浪漢 可以吃 行行公義 奧年文 但是 這件事他就發現是假的 原來也是搞笑 原來那裡的職員 很不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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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比較Funny 我一個鬼佬 比較幽默 以為自己好笑 但你沒什麼可以做 其實你沒有受傷 你現在跌倒 你還可以Claim Damage 你沒事 你還放下幾兩天 在人的廁所 現在最壞的是 他開了空頭支票 亂說 請他免費吃Burger 等於有人傳說在飛機生子 免費終身坐飛機 其實都只是傳說 傳說 都不是真的 沒有這支歌仔 最近有個人 Claim Sand打爛了一個傳說 之前不是說 世衛經常說 將新的年紀 Range過 65歲以上都是年輕人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講話 65歲都是年輕人 5歲以上才是中年人 但最近有朋友說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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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朋友這樣告訴我 他說這個是假的 不過不知為什麼 越傳越成 他說沒有 人家根本沒有這樣說 我作證不到 如果這個世界有很多假新聞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傳說 有 我今天才聽到電台說 65歲以下 就不可以拿老人中門 60至64歲都要找工作 政府可能就是聽世衛這樣說 雖然現在大家都覺得 老化的情況就是緩慢了 因為醫藥、美容等等 營養 大家好了 所以現在一般 大家的樣子 就沒有上幾代 上幾代五十多歲 六十多、七十歲 曾經有這個說法 但現在有朋友說 假的 我其實不知道真是假 但總之 之前大家聽到 定位未成年是0至17歲 這是之前的說法 世衛之前的說法 即是新聞也是這樣說的 但現在有朋友說是假的 青年人是18至65歲 那65歲就是青年 之前也不是這樣說的 那不是假的 就是這個說法是假的 我朋友告訴我 中年人是66至79歲 那是真的的說法呢 不知道 但有朋友推翻了 其實你不要相信 那個人傳出來 就是這樣 等於我們之前的新聞 說廣珠澳橋 高鐵通過之後 多了很多爬手 我們馬上用理性分析 就說本身也是這麼多 以前也有那些坐火車 以前也不會坐火車 那大家就自己去想像 我就回答那個朋友 不要緊 其實這個數字 不要緊 是心境比較重要 你的心境覺得幾十歲 就是幾十歲 現在的傑青人 每個都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還是青年 好像四十幾歲 好像是吧 四十二歲 所以不會四十幾 四十幾 理論上不讓你算 四十幾不是傑青年 有時候說恆青年 肯尼你有沒有車牌 有啊 你有啊 你有啊 你有開車 你還說送女朋友 你考了幾次車牌 一次 你這麼厲害 一踢過 挺厲害 我兩次 我也是兩次 其實我只有兩次 三次是正常的平均數 但我一踢過完之後 我不會開車 因為 每個人都是 都是的 因為我是 Parse 你記得師傅給你 那些Q 那個泊車就是 因為我去駕駛學院學 那時就是 你去到這裡 然後就去到尾 機械式的 對 看到雪糕桶之後 就轉回來 也對 開頭是這樣學的 但你走到路面 難道你經常都還記住 雪糕桶去了哪裡 對 完全不合 泊車 行車完全不合 這個討論區 有個女網民 她放了自己的經歷 問問大家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 似乎 有志者視景成的 不要那麼快放棄 但她都考了八次 考了八次 她說每一次都衰 衰很多事情 例如衰超速 衰忘記打燈 忘記看鏡 就切線 還有轉彎撞了 上膊等等 還有一次 忽然間有個行人 即是行過路 衝出馬路 她突然之間 不知怎麼辦 她就在尖叫 啊啊啊 這樣 那真的不應該給她牌 不應該給她牌 好緊張 最後那次 因為有個行人 一出來 啊啊啊 就尖叫 考牌官 停止了她之後 你不要再開了 我開回市場 有的嘛 至少她覺得 你完全完全沒有安全 她就說 你不用開 你下來我開回市場 那她就在討論區 就問大家 我考了八次了 我真的很想再考 就有很多網民即時勸她 你不要開了 我求求你 這輩子你都不要再開車 我覺得那些人 真的沒有什麼同情心 你不要再開了 她很灰 因為現在考了八次都考不到 是不是香港來的 香港 其實香港不需要一定開車的 你不懂得開車 有時候不需要 是想不想 你也不需要追求女的 你不一定要追求女的 為什麼你要追求 有時候一件事 即是Wantum Need的 那個Philosophical 那個 我們又來了 CB 你那個 她說什麼 School of Li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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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學校 School of Life 那個是好東西來的 你如果她是她的朋友 你會鼓勵她 還是叫她不要再考 我一定會叫她不要再考 為什麼 人家一生中 可能真的有一個夢想 要是開車 嘩 私人的快感很開心 要不然她不會考八次 如果她考得不考得 她可能第二三次都會放棄 她考到八次 即是想得到的牌 我會這樣跟她說 有些人追求女的 追求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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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第五個還追求 在旁邊你都愚蠢 還追求你 不是居 是什麼 是愚蠢 是不是 如果你認識一個這樣的朋友 追求女的第三胎 四胎 你都叫你不要追求 世上有些就是這樣 但可能第八次她還想考 就是這樣 有夢想 是好 追夢是需要勇氣 但放棄你的夢想 是需要更大的勇氣 你看到那八次是因為 壞些什麼 你要累積一下自己的經驗 你信不信 有些人是不適合開車的 絕對 這輩子我沒有開車 我認識很多 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一出馬路就害怕 我那天才聽到一個朋友說 一個舊同事 他是不進三年隧道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 為什麼不進三年隧道 因為一進去 一進去就會有一種流汗 心狂跳 很緊張 等等 於是他寧願走大埔道 他不進三年隧道 休閉 因為在空間的管道裡面 那他只開車才會這樣 逢親管道他也不能進去 大一點管道就行 中環繞道也有管道 大管道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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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管道就行 窄一點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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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著怕出不回來 有些人考牌是為了自由滿足 我有些人考牌 但他不爭 我認識有些人考了律師牌 都不做律師的 是嗎 你覺得何賓妖 不知道 不是柯納委員 另一個是何賓妖 我認識更多的是 讀完護士 然後不去做護士 都是護士牌 對 讀來做什麼 可能是自我滿足 很多人讀了大學之後 其實又不做些事情 需要讀大學去做 我讀這個教育碩士 我都沒有做教育 什麼呢 我消磨一下時間 但我會這樣勸朋友 考一次牌很貴 車牌也是 他現在考了什麼 他是誰 你說是你的朋友 你說是你的朋友 如果他是我朋友 我真的勸勸他 一次要多付4-5千元 其實等於挑戰自己 有些人喜歡跑馬拉松 來挑戰自己 一個目標 有些人喜歡考一個牌 去挑戰自己 可能他真的好似的 他只是想考一個牌 有一個目標 但考完他未必會駕駛 但考不到 就好像生人有一個缺陷 有一個遺憾 做一件事做不到 經常會想 你說我會駕駛多好 如果我被人追 我會駕駛多一門技能 看見人駕駛的心裡 都想像他這樣 駕駛上班放工 我學會游泳 有些年輕人 父母說要學會游泳 有機會掉下水 沒有人救你自己游 但一輩子都沒試過掉下水 但你覺得 我真的很想要我 整天的思維 不停在腦裡 學多一件事 總比學少一件事 我敢勸他 你都試過八次 你已經做了很多事 去追逐這個所謂的夢想 或者第九次可以 或者你嘗試放棄這個夢想 需要的勇氣 更加大 更加多人會欣賞你 這個放棄的勇氣 那些是董建華的 我下台 讓我留在這裏 是需要更多勇氣 不是我留在這裏 讓我留在這裏 需要更多勇氣 其實是的 但這件事是好事 認爛而想的朋友 但董建華下台是否好事 是不是 董建華下台是否好事 可能對社會 對身邊的人來說 都好 對你自己也好 只有死人是會真正下台 或者植物人是會真正下台 以及退休 要是否要祝福他 你突然說這個話 因為他講到董建華 雖然現在董建華下台 但董建華的聲音和容貌 都仍然在這裏 那是甚麼 即是他沒有真正下台 我講到董建華 那個惡夢還在這裏 他現在不是在說真話 如果說真話 他就真的落財 真的會消失 我講董建華 當然知道 我講董建華 我講董建華 他現在還在搞甚麼 團結香港基金 剛才那個是倒水落海 肯來講 剛才整個部分都是 肯來講 他帶出來 是呀 是我講的 我講董建華 沒問題 我都沒有 你不是嗎 我一直都講 你還有其他的嗎 我不知道 稍後回來玩遊戲 當然 我救你 肯來的冷知識 回來我們 現在先看看 1點鐘